阿彌陀佛 好 各位師兄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們三個星期講了 要是如來的十二大願 昨天也是要是佛的佛誕 我們可以從要是佛的願力知道 要是佛在因地修行的時候 發願要用順加持 來讓眾生能夠所求滿願 並且能夠成佛 讓我們在順境裡面 能夠修行 直到成就佛道 不管是碰到怎麼樣的逆境 至於持戒有了不圓滿 或者說有了磨難 或者被刑罰 王法所逼迫 或者也不幸淪落幽冥道 這樣子 就是大師佛都用他的願力 清淨的光明 來讓我們清涼 來讓我們免除這些苦難 並且給我們滿足 包括我們的衣 我們的食 來至於我們所住 來至於讓我們快樂 並且讓我們彼此和和 不要有爭端 所以我們才說 在我們修行 如果能夠在要是佛 這樣的願力 讓自己也種一下 要是佛的這樣的因 而能夠成就要是佛這樣圓滿的過 我們今天要跟要是如來相應 要了解他的願力 也一樣扮演要是如來的化身 給眾生八苦與樂 並且讓大家和和 也幫一切友情降服 一切的磨難 並且能夠把磨導入八正 這樣的正覺的路 所以真的要是佛也是這樣的修行 所以有很多的菩薩 會有我們知道的 要往藥霜菩薩 或者觀音菩薩 或者文殊菩薩 這些菩薩 八大菩薩 十六大菩薩 都是要是佛的團隊 也就是在法上面的一起 利益終身的眷屬 那麼也有日光月光菩薩 作為邪士 要是其中來 也能夠方便 事先佛斗細心 配合日月 讓我們 有天的 這樣的職場 也能夠讓我們 趨離一切的災難不祥 也讓我們 因為我們今天 能夠有這樣的方便 來結下佛圓 所以我們明白 雖然過去 我們可能沒有佛法 但是 光月光菩薩 或者要是去如來 也方便 實現 種種的 所謂的法門 讓我們 也能夠 從 如來的願力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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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靜 得到 清涼 得到 平安 所以我們 在 天部的法 也有 這樣的 方便 那麼 因為 雅師 如來 也 有 法院 要能夠 讓 眾生 得到 清靜的 所有的身心 成就 果位 要是如來 也 實現了 淨土 那麼 接引 有緣的 有情 到 如來的淨土 所以 我們 修行 如果 覺得 比較 辛苦 那麼 確實是 可以 如 藥是佛的 願力 這樣 在 淨地的 修行 那麼 自然 都回到自己身上 如果 我們只是求 而 沒有 真的 去種下 淨 那麼 自然 就會有 求不得苦 所以 才說 菩薩 為淨 眾生 為 果 只希望 不要有 惡果 但是菩薩 是 了解 因果 就會 要由 因 上面 來 行使 所以今天 要是 來 也 有願力 告訴我們 要是佛 就是這樣的 成就的 所以我們也 應當發起這樣的 願 來 行持 要是 的法門 要是 的法門 很多 遺鬼 也很多 在 要是法裡面 有種種 解除一切 災難的 這樣的 方便法 那麼 同時 也 包括 告訴我們 我們人 有十二種病 那麼怎麼樣 來 不要讓自己 除了身體的病以外 最重要的 或者我們觀念的錯誤 或者我們心裡的 疾病 也能夠 告訴我們 怎麼樣來 對治 那麼 所以 佛菩薩 其實 也都是 大於亡 因為 了解我們 都是 迷惑的眾生 在迷惑裡面 認假為真 或者是 太執著 或者是 或者是 不明真相 不明 真理 所以 都病了 那麼 佛菩薩 也 隨分種種的 因緣 該 實現 東方人 該 實現 哪個地方 哪個像 就隨緣的 印花 來 來 解引 來讓我們 入 修行之路 也 告訴我們 正知見 不只是 事先 佛菩薩 也 種種 有的事先 主師 有的事先 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 六道友情 都這樣來服務我們 我們 都 還 不知道 當然 如果 有 佛 在世的時候 就會 宣說 佛法 就像 釋迦牟尼佛 有在 佛祝師 正法 到 後來 又一千年的 像法 到 現在 已經 剛開始 沒多久 一萬年的 末法 那麼 到 後來 就 沒有了 眾生 也因為 業力 這樣的 流轉 慢慢 我們 也不喜歡 聽聞 這些道理 認為是在講道理 認為不使用 那麼 語言的差異 往往也讓我們 就想看經典 也看不懂 或者是 踩大步 看不完 沒有耐心 沒有時間 就這樣子 法慢慢的凋臉 而我們的知見 越來越 自我 很多的 倫理 道德 就 倫喪 那麼 這樣子 慢慢 我們居住的 我跟我 索 就產生變化 我 變了 我索 當然也變了 我 取向於哪一道 那麼 索 就現那樣的 因緣果報 所以這個就是六道輪迴的原理 首先我們現在還有佛法 雖然已經跟當年不復相弱 但畢竟還是有法味 所以我們應該珍惜人生難得佛法難遇 如果能有善知識 就應當盡力的去醫治 那麼這樣子我們才能夠 不辜負佛菩薩他們這樣的大慈大悲 自現種種的方便 包括聖誕啦 出家啦 種種這些紀念日 就是在提醒我們 是怎麼樣的因緣來到世間 是怎麼樣的因緣 視線出家 是怎麼樣的因緣 視線成道 這告訴我們言語的法教 又演了他的身教 也提醒我們要出家 提醒我們要成道 以後成願再來 所以這些就是本願菩薩 至於誰來在這一期飾演佛 就像我們講的 今天 魏陀菩薩 他是願力在賢解最後一尊千佛成佛 並不是誰是佛 誰不是佛 那麼佛是告訴我們 我們都有佛性 菩薩是告訴我們 我們都應當經過菩薩道 終究成佛 那麼所謂的生文言訣 是告訴我們 我們自己要先把自己打破 先把自己的無名煩惱 能夠超越 那麼至於人世間 雖然還沒有能夠明心見性 但起碼自己的本分是什麼 要清楚 包括在天道也一樣 必須也要持續的修行 而修行的八正道 也要由當期的佛來跟大家講 怎麼樣來修行 那麼有些經典 過去佛也講過 那麼這一期的釋迦牟尼佛也講過 但不盡然每一位眾生 都是有很好的上根 包括我們了解佛陀在講法法經的時候 就有五千位的當機中 覺得自己已經是三知識 已經是靡心見性 就像我們上禮拜講的 他覺得自己已經入聖位 那麼這種就是菩提法之魔 就是善知識魔 那麼這樣子就不悅 不想聽 不相信 佛繼續要講的法話 真是非常的可惜 但是佛也明白這些因緣 因為眾生沒辦法 來有這個因緣 他自己的業力 還有他的喜氣 還沒辦法聽聞 這樣主生的法教 那麼離開也好 以免啊 進一步的毀謀三保 所以我們就明白 有些事情還是要因緣 並不一定每一個人 都有我們前一陣子講的 這樣的遁教 這樣的遁教 也就是這個劍跟遁門 這樣的殘門的修法 所以佛佛大 他用不同的方便 來欺敵我們的佛性 和佛陀也一樣 那至於在母親往生之後 佛陀也上道立天為母親說法 那麼今天在葬立也是佛陀 這個張立是二十二日 也就是佛陀從道立天降下的日子 所以佛也有這樣的因緣 要在降生 這也就暗示著我們 其實佛陀來去自在 他在天在人 或在十方法界 那麼都可以方便地實現 那麼也有這樣的因緣告訴我們 我們要能夠報父母恩 那麼甚至於像一堆白骨鼎禮 也告訴我們 這些跟我們過去都有因緣 都做過我們的父母 那麼對父母應當要報恩 那麼報恩不分這一期的父母 或過去的父母 他是平等的 也破我們的我跟我所 我們認為有我 其實沒有父母哪有我 我們認為我 我的父母是我 所有的父母 那麼並不是這一期生命所有 無量節來 我們都有父母 那麼我們有父母 每一個眾生也都有父母 因為在玉界就是這樣子如財 我們就明白原來每一個人 他都是息息相關的 並不是有一個人 他是單獨從石頭裡面蹦出來的 所以說來說去 其實本是同根生 並沒有這些的分別 所以我們自己認為自己有個我 然後有一個大一點點的我 那麼其他的可能就不是我 就有你 就有他 所以這些都是佛陀的身教 那這也代表著佛陀 那這也代表著佛陀 也會 如過去那樣的 會在 二十二日 再降生 再下降 來我們佛陀 所以 有些行者 他就會在未來的一個月 來好好的修持 讓自己能夠跟佛更相應 那麼當然相應 也必須去行持 所謂的佛的願行 那麼這個禮拜 也是有達摩祖師的聖誕 在三年前的達摩祖師的聖誕 我們開始來做禪修的直播 那麼一晃已經三年了 我們了解達摩祖師也是從印度 來到我們漢地 那麼也是為了絕有情 雖然我們認為 在從西方來的這樣的大德 是來講經所法 可是大家出見祖師的時候 祖師沒有說一個字 那麼大家傻在那裡 其實就是告訴我們 佛陀是超越語言文字 並不一定只有講話 才叫說法 就像我們說 擬花微笑 就像我們剛剛所說的佛 他的身教 所以並不是只有用耳根 或者用眼根 那麼這樣子的修行方式 就像我們說二十五元通 種種的修行 你怎麼樣最近練習 或者自己還在根層式裡面 那麼自己自以為是 這樣子就是我們上禮拜也有講的陰魔 這就是五陰五韻 達至於自己自心的五讀三讀做主 所以我們才說 而主師他來的時候 就是告訴我們這些真相 雖然沒有講法 實際上已經在講法 我們能明白的是語言 能看得懂的是文字 而實際上 主師他本身 就是一個表法 一個身體的表現 有的人他該實現印度人 他就是濃眉大眼 那麼在漢地 可能就看起來比較沒有那麼粗獷 因為要因應種種的方便 所以有不同的因緣視線 我們就了解像本非像 那是因緣所限 那麼一切的名像也是一樣 這些名像我們也知道 就像一齣戲 一下上演 一下落幕 不要太執著於這些像 但沒有像 又很難去緬懷主師或菩薩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像吧 那麼主師在跟他的弟子 問他們的心得的時候 前三個各有深淺 到第四位就是我們二主 二主沒有說一個字 只是感恩 主是頂禮 因為其實無知一無德 你真的見性 你會了解 本來具足沒有所得 那麼頂禮是報恩 就跟佛一樣 那是必然 那麼頂禮呢 也是告訴自己 已經無我 而能夠謙卑 那麼這一個頂禮 也就是頂佛的兩主尊 一樣也是悲至 也是所謂的福慧 那麼也是不餓門真空妙有 這個兩主尊有許多的方便 日常也是告訴我們 跟雙手一樣 他是不餓 所以我們能夠明白 這些都是主師們的表法 那麼可以從疲漏古心 這樣的修到後來 那麼就了解 真的心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真如 我們的真如 裡面是我們的佛心 那是名為真如 但必須破所謂的善惡的分別 這些種子都要能夠轉化為菩提 所以我們也要明白 佛來這個世間 那麼也是展現了所說的無常 並不是有一個常或無常的分別 而是告訴我們這一切 有夢幻的虛妄 也要告訴我們 不要執著他的實友 那麼一樣主師 在教化有情的時候 包括梁武帝 他也是認為自己 做了很多 忽持三寶的事 那麼說不定 達法主師能夠收集他未來 能夠去淨土或者有怎麼樣的成就 那麼達法主師 真的是慈悲他 告訴他真相 因為你所做的是有目的的 是有為的 一點功德都沒有 但是會有福報 那麼其之會引起我們 漢帝皇帝的不高興 那麼主師也避免他犯下更大的過失 就面逼入定 事實上 確實 如果你是有目的的 用腦筋去設計規劃的 那麼這些都不是佛法 因為那是假行 妄行都不修真心 那麼我們人就很會自以為聰明 去揣測佛意 所以佛祂告訴我們 不要這樣地想 因為這些就是我們的習氣 那麼佛陀慈敏提波達多也說 提波達多他做了錯誤的示範 確實也有教化眾生的這樣的得衡 所以提波達多下了地獄 也沒有如一般人在地獄所受的那麼樣的苦 而同樣的今天兩五地 他雖然不懂得真正的 修謙卑修心修我 但他也確實後來做了忏悔 而留下錯誤的示範 而能夠有忏悔這樣的法門 再讓後學能夠拜禪 那麼能夠對佛菩薩這樣的禮拜 這些也是兩五地從錯誤的示範 再來教化友情 所以我們了解 善知識不見得示現一定的像 他可能是做錯誤的示範 然後再導正 那麼讓大家了解 原來這樣是錯誤 那他也不一定視現出家像 也不一定視現莊嚴像 這場達摩祖師 大家看他也是不羞蝙蝠 那至於每一位祖師 他也有不同的背景 那麼兩五地他是做皇帝 那麼他也一樣有這樣的家庭眷屬 那麼他一樣可以用身教來影響後代 讓我們還可以拜兩黃寶燦 所以不要用我們的凡夫心去看佛菩薩的方便作為 我們總認為自己想的彩測的 那麼去測佛心 其實這些都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一切只有安排 那麼用所謂的揣測 那麼這樣子其實是 讓我們在心裡面 我們這個平氣是有的懶 所謂的有的懶的意思就是 你沒有三輪體性空來聽聞佛法來學法 你是用有為用你的聰明 而不是修自己的心 所以沒有辦法像米勒日巴祖師 他雖然犯了錯 也實現了犯錯 那麼他對於馬爾巴還有師父 也是個再加重 那麼也有這個師父的同修 他用空性承擔馬爾巴律師的 醫師的這樣的法 先把自己能夠產業能夠調柔 而且打死不退 因為他知道 這是他唯一的路 他捨離了這樣的善知識 他沒有第二條路 當然後來 他能夠以這樣的視線 能夠再回頭善 那麼也成為一代的祖師 那麼他的道歌大家都了解 也是從自信的流露 也跟過去我們所說的祖師一樣 也沒讀多少書 因為那是一個開悟者的 從自信流露出來的道歌 所以達姆祖師也是這樣的次第 疲勒古心來告訴我們修行 有這樣的路徑 那麼同樣的是洪寺院也告訴我們 有這樣的次第 而並不是說有一個聰明的方法 你不修破密想要一下子成佛 或者你以為自己有善根 你只要一個念頭是自己 那麼當然就是魔的五毒作詞 所以實魔告訴我們 也就是這個道理 那麼有些人是認為自己聰明 喜歡用腦筋來達到自己的方便 雖然日常生活有這樣的方便 會比別人來說 感覺也占到一些優勢 可是種下了一個壞的種子 那麼未來是很難跟佛菩薩相應 因為我們所有的鬼心 所以才說致敬起義 非常的重要 那麼佛陀也演給我們看 有人要在佛下道理天的時候 搶第一個去迎接佛 用的神童 因為不能用小聰明 特別不能用神童 你神童的人自己覺得優越 又覺得自己能做到別人做不到 能知道別人不知道的 甚至於自己能看到什麼像也分不清楚真假 因為沒有慧眼 它只有天眼 在幻境裡面覺得自己已經是入聖了 其實都是入魔了 喜歡去求一些法 讓自己能夠更多法 而不是自信流露出來的法 都是去求 那麼這個都是在玉界裡面 天魔 所樂見的 他樂見大家這樣的心外求法 而不了解 你沒有因是不會有果的 你沒有修真心 是不會入法界的 法界是一針 入的都是 自己的心所趨的那一界 所以有的在靈界 有的在修羅界 有的在天 那麼我們講過四禪八定 都不究竟 人家四產天 乃至於在三界之內 都不究竟 所以看的境界完全不一樣 有些人怎麼看都看到魔 因為他在魔下面 出不去 那都在玉界 都在踏花之在天的下面 所以我們要明白 這些就是修行的心態出的問題 所以實魔講得很清楚 除了我們要了解有哪實魔 也必須要知道自己的修行 有沒有這些錯誤的知見 或者會困在那個地方 那如果你想要試試順利 那麼還是要種下一個因 例如說 像要是佛這樣的法門 你本也要是佛的 願力行者 去種這樣與人方便 能夠利益有情 那麼讓大家好修行成就 這樣的因 那麼將來也成就 如要是佛的果位 是這樣的修行的方式 並不是求一個我要成佛快速的方法 因為你這樣子的心外求法 那麼自己的心必然還是在欲求裡面 那麼自然是求不得 所以我們要明白 在主師所告訴我們的 是無知一無得 你所得的都不是你的 都是主師的佛的菩薩的 而你自己的 本來有都不去修煉自己 調伏自己 卻希望從外面得到什麼 其實都是白忙一場 因為還沒開始修 我們所說的 午後才開始祈修 你沒有午前 都還是在做夢幻 那你又不求自心的開解 那麼當然 即使學了很多 修了很多 就是我們常說的 我法而止 這些其實都還在做夢幻事 但是如果你能夠方向正確 像要是佛或像任何一尊佛菩薩的願力 如願去願行 這樣方向就對了 那麼當夢幻事也一樣告訴我們 你要我說法我已經在說 是你們無法理解法本 無法無法可說 好 那麼講的真相 皇帝也不高興 那你要我講假的嗎 要奉承一下 能夠最好聘為國師嗎 主師是不會那樣子的 因為 最會動腦筋的 大概就是 皇帝裡面 皇宮裡面的 這些 鱷魚我詐的 這些 爭權奪利的 這些王公貴族們 那 與其一號在那裡 不如 在 一般的民間 能夠多度一些有趣 所以 越聰明的人 越晚 能夠了解自己 因為太聰明 學太多了 那麼基本上 我們了解佛陀和祖師 喜來意 就了解 本來佛法 每一個人有相應的法文 那麼能夠好好 一願形去做 那麼自然法 都叫心中 法並不一定 有所謂的 一種方法 就像要是佛 他也為了滿眾生的願 也有很多的移歸方法 但是這些是因為人的欲求 希望簡單 就把它 化為咒語 那麼希望力量強大 就讓它力量強大 但是你如果遇見錯誤 你造惡的力量 也是相對的強大 那麼不如像老婦人一心呢 三輪體星空就攻一盞燈 因為那是菩提心 大家要明白 你想要越過菩提心去求菩提 那不是本末導致嗎 如果你認為有一個方法可以發菩提心 就像打火機這樣打 那是打火機的燈 不是自己的行燈 所以大家要明白 今天要是佛也有願力 他成佛以後大家都可以成佛 於理上面是這樣 於事上面我們有沒有依 要是佛的願去行 那就是事上面 有沒有辦法 跟要是佛不餓 不是在觀想 是在你的真心的願力 是否能夠相應 而我們知道每個佛菩薩的願 其實都是宏寺願 所以一法成就 所有的法的成就 你一法不願意深入 主之求多 那就跟魔王成就 因為你欲求不滿 認為我要更多 那就是我們所說的欲魔 最後連人生可能都沒有了 那麼就是到二軌道 好 那麼如果心呢 又不是很善良 那就是我們真的講的 惡的鬼 不是飢餓的惡 是善惡的惡 那麼那些就變成魔的子民 所以從十 魔 我們就再由這個因緣來講講 佛說 魔力經裡面 有講了菩薩 魔式 那麼 有講到有二十種的菩薩魔式 我們就以主師大德 在大聖保養議論裡面 所講的 來跟大家 講一講 作為一個菩薩道 的行者 你要注意自己是不是 心已經修偏了 那麼不要犯了 這個 會進入 我們所說的 石魔的 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就用比較白話來講 這樣大家就比較 能夠 聽得懂 第一種 是說如果菩薩 你對於追求解脫 或者厭惡生死輪迴 那麼 你對於這樣的一個 認為是 善知識的行者 然後你去 刻意地去親近它 那麼去供養它 去成事它 這是第一種 的菩薩魔式 魔就是這個 天魔的魔 事就是事情的事 為什麼它是菩薩魔式 第一個 它不是去行菩薩道 它是去求 去處理生死 求解脫 然後呢 希望相應 然後你刻意做意地 去親近它 供養它 是有目的的 為了自己的目的 而不是為了利益眾生 這個是 魔 魔的事情 第二個 就是說 自己光空 我要修三人體心空 但是呢 捨棄的友情 就是自己修空性 但是你不去行自弘自願的第一個 這個呢 也是菩薩魔式 因為 沒有自卑心 沒有自卑心 你連食善都不做 那麼你想回去哪裡 那麼第三個 是你了解了 然後你觀無為 那麼你對於善事呢 那 有做 可是倦怠了 就是說 覺得說 到最後呢 清淨無為就好了 這個 也是 菩薩魔式 就是你對於利益眾生 你到後來呢 覺得說 沒什麼意思啊 倦怠了 我還是修清淨無為就好 這個就是菩薩魔式 那麼 第四種 雖然你要修定 但是你沒有真正的去修 為什麼叫真正的去修 不是坐在那裡像石頭 而是 你不被 靜轉 把風吹不動 這個才是修定 有人認為我持咒 我念佛 然後呢 身體不動 任何人都不要來吵我 電話也關掉 初期是這樣子 但是 你不能認為 這一輩子 都不會有 所謂的干擾 那對於我們要往生 都不會有業力獻錢 都不會有冤心債主 所以這樣的也叫做不修定 就是我們必須明白 我們 我們 並不是 這樣的作為的方式 而是 你要在二六四中 都能夠安住 這個才是定 那麼 第五個 說法者 如果說 聽者不起大悲 這樣也是菩薩模式 就是說 你是很願意說法 但是呢 聽的人 你不啟發他們的 那麼可能說的呢 都不是真正 我法的要衣精神 那麼這樣子也是菩薩模式 第六個 於有戒有德的人 那麼 所求行不施 那麼於破戒的人 生毀棒 因為你對於一個 有修有德有持戒的人呢 你就可以不施供養他 可是呢 對於一個破戒的人 你卻去毀棒他 你用這樣的差別心 這也失去了 菩薩 的本願 應該是 用不同的方式 來服務他們 所以不同的方式 就是說 怎麼樣 用四色法 來 供養 這個 這樣的 不同的姻緣 並不是說 去毀棒他 那麼或許你要跟他同事 一樣 讓他覺得 你很了解他 但是你最後 終究要把他救出來 就像我們剛剛舉的例 梁武帝也是啊 他雖然 自大傲慢 認為自己是三根魔 這樣的錯誤的思想 但是後來 他還是知道 患悔 而且用錯誤的身教 做錯誤的示範 那麼這地方講的 就是說 不要用差別心 看人家有沒有持戒破戒 然後呢 你去毀棒 那麼相反的 還要去度他 當然也要有機會 因為佛度有緣人 如果對方 剛強難調 你明示暗示 都沒法度 那也真的沒法度 因為 我們可能不是他的貴人 也不用把時間耗在那裡 因為真的沒辦法 那第七個 勒說生文言訣言論 隱赴大聖言論 這也是菩薩模式 也就是說 你講一些法 都是二聖法 生文言訣的法 大家學定啊 怎麼樣思維苦空無常等等 但是 不讓大家 能夠行菩薩道 這樣的 當然就是 菩薩模式啊 因為 根本 已經落入二聖 那麼第八個 就是 你引概了 甚深的言論 而講一些 沒有關聯的事情 這個也是 菩薩模式 也就是說 你在說法上面 你不能 都講一些 你要做好事啊 等等 這些 實質上 他沒有入門 並沒有 告訴他們 要自禁其義 那麼 往自信的深處 去理解 例如我們所說的 你的所謂的 為事裡面 或者為心裡面 那麼你怎麼樣 去了解自信 怎麼樣去了解 跟程式 這樣的 作用 那麼你怎麼樣來修 這些是比較深的修法 你不能說 都不講這個 都在講 哎呀你這樣會有很好啦 怎麼樣 會有好的因果 只是在這裡講 這樣子也不行 你應該讓他慢慢的深入經障 那麼第九個 雖知菩薩道 而不求 不求修波羅波羅蜜 就是說 雖然 了解 波羅蜜 也聽過 可是你不去修 那也沒有用 等於知道了 那麼沒有去行使 這樣當然也是菩薩模式 那麼第十個 你稱讚真上的相應語言 那麼與不相應 諸有情類 而為叫世俗為菩薩模式 就是說 要能夠 讓眾生相應 也就是你要告訴他 怎麼樣相應 這個法 包括 剛剛說的 怎麼樣跟 要是否相應 要能夠 教導眾生 怎麼樣去 行使 不是一個方法 是真的相應 不是一個儀鬼 是你真的要去行使 大家總認為相應法 是一個 儀鬼 或者一句咒語 或者 一個佛號 那你要了解 要怎麼樣 依教奉行 所以才講信願行 你不講信願行 講一些奇怪的方法 那是真的是 偏離了佛所交給我們的 你能夠信以後 你要依願去行 那麼願是什麼 你要先講 那麼 怎麼去行 你要接下來講 甚至於你自己 要以身作折 分言二教 要能夠 不餓 這個 才對 那麼讓學的人 能夠相應 你 而並不是 只有在語言上啊 講一些讚嘆的啦 而都沒有在行動上 讓他去進入 例如說 你能夠 從 法 到 一義 到一了義 這些都必須去相應 你才會真的 去了義 並不是說 你讀了了義經 你就了義 你必須 實修 這個地方講的 就是說 要如此 那麼 如果你只是 就是 講一些 道理 那麼 不讓 友情 能夠 確實的相應 那麼 這樣子 也是菩薩模式 那麼 第十一種 就是你能夠 種善根 但是違背菩理心 是菩薩模式 這個大家也比較清楚 你只是 行善 積德 但是呢 沒有 告訴大家 你要去從 慈悲心轉到菩理心 你終究要 能夠了解 是弘事願 並不是只有 服務友情 那麼 做做善事 都不修心 更不要講菩理心 這個都 是菩薩模式 第十二個 於相應 觀行相聚 所行而 不為諸有情 如是教是 是菩薩模式 就是說 必須 不能 自己只修 這個 激進的 這樣的相聚觀 還得 為有情 也就是說 你必須去 絕有情 你不懂得自己 修自己的 按住自信 那麼 你都不去 絕有情 你必須要 自覺絕它 就是說 不能你 不為 有情 來 教化 那麼 除非 所以 真的到末法 其實真的是 沒有人要修 一直菩薩成願再來 也沒有人樂聽 甚至於會毀謗 有時候菩薩 就好隱居起來 有順寧願 因為出去 可能就被咒罵 被毀謗 那個時候 人的心 可能都是橫的 就是 倫理 道德 法律 都已經 被 五毒所操控 已經 無處可逃 到處都是 人性的黑暗面的時候 那麼真的 有些人 只好自己 隱居起來 也只能求清靜 因為已經 找不到一個地方 或者很難找到 可以渡的 這個對象 那麼 第十二個 第十三個 雖以求盡 比 雖以求盡比 無於煩惱於生死 相訊 煩惱厭氣 世菩薩摩世 還是在講說 雖然這樣子 修心 那麼 你不能 討厭煩惱 也就是說 我們必須 轉煩惱為菩提 也就是 你不能只求 清靜 然後安住決心 而對於 很多的 我們所說的 煩惱 你就 捨棄 我們應該講的 態度是 你要超越它 超越見識煩惱 超越 沉沙煩惱 打破 無死無名的煩惱 相反的是 要去超越 轉為道用 而不是 只有 去 厭離它 那麼 第十四個 雖父 賜茶 聖惠 而不取大悲 所緣自盡 是菩薩 模式 就是說 應該 要 超越自己 只求 絕定會這樣的 修行方式 而還要再 行此大悲 或者 我們講大慈大悲 這樣的 所緣 那麼 我們今天 除了自盡其義之外 我們很多的 因緣 起了很多的 需要 協助 或者教化的眾生 你必須 升起這個 大悲 或者是我們講的 大哀 你去 悲悯 哀悯眾生 那麼 這個才對 不能不升起 這樣的 悲心 否則就是 菩薩 模式 那麼第十五 與其善情 若不具方便 是菩薩模式 就是我們在做很多 利益中生的時候 你要有 權巧方便 那麼權巧方便 有些是 你必須跟他同事 你要去了解一些 他跟他 有興趣的 那麼 可能就是要去 跟他有一個 話題可以講 或者說 先 能夠 認 認同他 那麼 不一定 一開始 你就 折罰他 罵他 反對他 這樣子 你連度他的機會都沒有 你要先能夠包容他 再教化他 那麼 有種種的 方便 就像佛陀 他慢慢的 來導引眾生 慢慢的 讓大家 能夠 把 佛理心 顯發出來 並不是說 叫一下子 就告訴大家 無我 大家就開始 會覺得說 抗拒 因為他會害怕 無我 我到底是誰 慢慢 循循善誘 這是一種方便法 那麼 第十六 追附西求菩薩 仗法 而樂 受 直路 加 協陀 外道 點擊 雖然我們行菩薩道 可是 如果你還去 很高興去受這些 外道的法 看他的這些 書 這個也是菩薩模式 所以佛也自戒 外道的一些點擊 或者他的法 是不能再接觸 包括一些 占卜啦 等等 這些陰陽五行 其實 他可以是一種 為了度外道 而理解 去了解他 但是 不能去勒授他 勒授他就是說 去學他 因為你已經證得空性 你為了接引眾生 你可以 一樣跟他用外道的法 讓他知道 你也會 你也懂 可是 你要讓他知道 你已經 超越 並不是 你要去學 這些東西 因為要明白 這些 都是在欲界裡面 你還在這裡面 結下這些因緣 那麼將來 怎麼處理 怎麼處理 沒有 決心 出離嗎 還是歡喜 還在欲界裡面 結這些 所謂的 外道的法人嗎 那麼其實不在於外道 我們並沒有差別性 是要去度他 那麼你也可以去了解 可是 可是 不要去 樂受持他 樂意歡喜 要去學他 因為 這樣子的相應 你是很難 在想要回頭 去求解脫的 所以 菩薩要 了解 這些就是考驗 行菩薩道道的過程 會有很多的考驗 其中一個就是 當你碰到逆境的時候 你會要去用這種方法嗎 這就是一個菩薩模式 那麼接下來 就講的 第十七 雖然 多文語 所聞法 常密習 不令他知 屬於菩薩模式 雖然呢 你 學了很多的法 但是你常常珍惜它 不讓人家知道 你學了 秘密的法 這個就是一種 令法 一種令色 那麼事實上 我們當然 密行 屬於一種 我們自己謙卑 我們 不想讓人家 覺得說 我們自大 來毀謗 但是 不需要 所謂的 覺得很令色 令法 然後呢 秘密 這樣子 其實這種都是 很多就是一種 偏向於 心機 就是我們講的鬼心 這樣子是不對 第十八 雖父多文 以世間圓 為他說受 那麼 貿取其財 為無一利 是菩薩模式 就是講啊 如果有人 他是請菩薩大 那麼他都用世間法 為他人來說 那麼他也是 為了錢財 就我們講的 貪求他人的錢財 那麼為他講一些世間法 或者我們講 拿錢辦事 拿錢辦事 就更嚴重 因為都不是用菩提心 都是用世間的交易 把法當成是一種交易 這就是菩薩模式 這就是菩薩模式 這個是很嚴重的菩薩模式 第十九 說 就是說 不去亲近尊重 一个大圣菩萨道的 这个法师 那么就是说法的这个师父 那么你去反而去 这个声闻言诀恶圣 然后去称赞他 赞扬他 这个也是菩萨模式 因为等于是开道车 你作为一个行菩萨道的人 除非你是要去度 恶圣 那么 但是你不去亲近尊重 一个所谓的大圣的法师 这样是不对的 不是我们分别性 是我们应当去医治 这样的法师去学 而不是去医治 声闻言诀 因为大家明白 有一些真的 在法华的时候就离开 他不乐听大圣的佛法 那我们既然要行菩萨道 就应该 要像当时留下来 听佛说法华经的 这些菩萨们 应该是往这边去修 否则呀 也是菩萨的模式 第二十 那么这样子会觉得说 我自己呢 威德啦 很富有等等 那么富可敌果 这种心态就不对 因为有人认为 里面只是护法 那我们讲过 其实我这很多想法都不对 因为很多的 天部的护法 它也是佛菩萨的方便视线 它要去教化 天部的众生 因为其实天部的众生 很难学佛 是因为太舒服了 太心想事成了 太安乐了 所以还是要需要 有一些刺激 例如说阿修罗啊 来这样子 所谓的挑衅啊 让这个天部啊 也没办法 经常在安乐里面 感觉总是有一个威胁在 那么也才能够去理解 一些因缘果报 那么这样子 其实对大家都是好的 因为你如果成顺 那么没有利的价值 在修行上来说 其实也不见得是好事 当然要是佛 他给我们顺 他了解 众生一下子还是会有 这样子的考验 或者这样的欲求 那么还没有办法 完全放下 那么在修行的前面 那至于一直到最后成就佛道 要是佛道还是乐意陪我们走过 同样的 达摩祖师也是一样 虽然我们不很了解 心到底是什么 因为达摩祖师是我们汉帝的初祖 等于说第一位来这边禅 禅修 禅法的祖师 那么他毕竟也是陪我们 教化我们走过这初祖 这样的一个音乐 那么他能够把禅法带来汉帝 而实际上汉帝 因为我们所谓的儒学 或者我们道家的法教 我们再来学禅 其实是很方便 因为我们的自经习义里面 也可以从道或者是从所谓的儒 的根基很方便的下手 因为人性的正面跟修心 它是邻居 你只要在祖山奉行 移住的末座再进来 自经习义 快很多 那么就算在道家里面 他能够尊重天地 那么能够让心能够清静 你从清静里面 再拿出慈善来修波罗蜜 方便许多 所以从固境其力 来修这个残门 那么我们非常的契机 就像我们在净土法门 我们从清静心里面 再来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也很容易入念佛的三昧 虽然它的方法看是很简单 可是如果本身我们平常 就基有善德 那么身心也清静 再来念佛的时候 那也很容易去路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汉地 为什么会在净土法门 或者在禅宗 确实是很相应 当然其他各种也是都相应 但是比较特别相应 特别多人修的 就是这两个中文 那么这些 也是达摩祖师 他的视线 那么我们都能够 欢喜地信受 那么如果我们听了上一次的诗摩 那么再看看这一次讲的 菩萨摩世二十种 就更能够明白 哪边是陷阱 不要掉入到陷阱里面 那么就时时刻刻 能够致敬起义 否则你只要跨出错误的一步 那么就有风险 甚至于会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再回来的时候 可能也老了 或者说姻缘也没有了 或者回来都有问题 因为我们修行 如果你入错了门 要回头是很难的 因为往往你连正法都听不到 甚至于进入一个虚幻的境界 自以为是什么 那么别人 你都听不进去 正法也不想听 那么要再回头 已经很难了 真的到现在 已经免疫一听正法的人 越来越少 都希望简单明了 最好给我一句记就好了 或者打一针就可以成佛吗 是这样吗 就是希望这样快速 就是求 谁让我开悟 那么有一点点境界 就觉得自己 是什么 其实 这个都很危险 所以主持人一直告诉我们 佛来佛展 磨来磨展 不要执着于这些境界 这个都是很大的风险 也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因为你还有自己都是错 你做意也是错 那我不是跟石头一样吗 不是 你的决心都在 你为什么不往里面去敲门 要往外面去寻觅呢 所以今天 我们把二十模式 拿来 再来检查自己 有没有落入 这种磨的事业 磨的方法 那么偏离了菩萨道 我希望今天的音源 能让我们 确实 能够 知道 怎么样 是凡复心 是我们的盲点 可能犯的过失 那么能够 确实的 至今洗衣 那么修 菠萨菠萨蜜 好 我们来持重 释迦牟尼佛的心周 オーマーリー モーリー マーマーリー スチャーモリー アーソー 阿風 毛鴨 毛鴨 媽鴨 毛鴨 住 Clearly 網鴨 솎 阿弥陀佛陀佛陀 阿弥陀佛陀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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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a Mori Ruja Mori Azoha Om Mori Mori Maha Mori Ruja Mori Azoha Om Mori Mori Maha Mori Ruja Mori Mori Maha M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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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ja M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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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ajabaliyasoha O M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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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ajabaliyasoha M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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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妈 阿乐 阿乐 哀 阿德 转发点赞 订阅 quiet 转发点赞 订阅 照片 转发点赞 转发向赞 订阅 的jemimen 轭穷 转发点赞 订阅 Morning Song Norning M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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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jam Morning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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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jjāmālīyāsō OM 阿靡雪 阿靡雪 莫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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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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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